50岁资深男星李李仁和主持天后陶晶莹结婚19年 遇有一对子女是演艺圈幸福家庭代表 近日她在星座华丽继承车行中 饰演抚养弟妹的温暖大哥 无怨无悔帝为家庭付出 而在现实世界里 她同样有情有义珍惜手足 默默遵守母亲遗愿 照顾着哥哥和侄子一家 据区新闻报道 李李仁在单亲家庭长大 她透露自己是悲婚生子 生父对妈妈说 你帮我生个小孩 我就跟你在一起 结果生父原配得之后 气得不准她跟生父姓 直到国中时期 生父希望她认祖归宗 才改名叫李李仁 回父亲家住了大半年 看亲戚们实在合不来 青春期的她叛逆讨家 做了各种工作 出道前 她接受唱片公司培训时 也兼职开计程车 半夜开车载着客人趴趴走 一晚上能赚一二千块 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客人 常遇到喝醉的 最怕他们吐车上 很难洗 味道又很大 她笑笑表示 自己的人生经验 对日后表演工作 有很大帮助 戏里凡事为家人着想 戏外的李李仁 也处处照顾着大哥 原来李李仁 哥哥身体不好 无法工作 十多年来都由他支援 负担哥哥一家生活费 侄子国中读到研究所的学费 也是李李仁赞助 有缘分当家人 我能做的就尽量做 小时候哥哥照顾我 我有能力就照顾他的小孩 妈妈离开前也有交代 要照顾好哥哥 李李仁庆幸 自家侄子很争气 几乎没让他操心 现在孩子大了 也把父亲照顾得很好 想到远在国外的女儿逗逗 他不禁感慨 虽然免不了和儿女吵架 但孩子在身边 怎样都比不再好 他和老婆有共事 从不体罚儿女 因为自己就是被打到大 虽然理解母亲的做法 但他和陶晶莹不想体罚 照样把孩子养得很好 他在女儿勇敢独立 早早就决定远走求学 反而是他这个当爸的 感到不舍又心疼 被问到儿子是否也要出国 他苦笑回 再说吧 毕竟儿子还不够成熟 想放飞也要等个好几年 好吧 其实年贼还要来 他中文字幕很内容 我们做一下